说到中餐厅这档节目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了 在接荡了向往的生活之后 这档节目的收视率也是一直都很高的 而且这档节目的话题度也是一直都不输向往的生活的 在节目开播之后 这档节目也是一直不断的被官们质疑是在作假 在节目的第二期之后就有网友表示 其实中餐厅的客人们都是节目组安排的 基本上节目组会让外国客人进入 但是中国客人能够进去的却之后少数 不过节目却在之后回应了这个问题 节目组表示 来餐厅的用摊的客人都是真实的 并不存在找群演的问题 不过在之后苏友鹏在节目中的一个细节 也是成功引起了网友们的注意 在节目中很多网友看到了苏友鹏早起之后没有别被子 很多网友也是纷纷调侃道 外表光鲜亮丽的明星们原来在私下连被子都不别 很多人都表示在节目中确实看到了苏友鹏走的时候 房间是凌乱的 但是没想到在晚上餐厅结束营业之后 当众人返回住处的时候却发现了 当苏友鹏进屋的时候房间被收拾整理过了 很多人都表示难道明星们上节目还能带保姆吗 不过其实很多人都表示这档节目的本意只是给明星们提供资金和物资 让大家去经营餐厅 并没有说工作人员不能帮忙整理一下房间 如果什么事都上纲上线的话真的是很累的一件事 不知道你对这档节目有什么印象呢 一起来说说吧